爱河在天观光新亮点 从12月24耶诞夜开始 每晚是正式推出精彩的水舞秀展演 副局长李四川前往视察 他邀请民众除了到中央公园追光季活动 也能到爱河来欣赏水舞 搭配炫彩灯光与音效 兼具视觉及听觉的双重响宴 五光十色的水舞在水面上变换不同方向 随着音乐舞动精彩浪漫 让人仿佛置身异国 但其实这是在高耸爱河 副局长李四川率领公务团队 景观光局视察将在平安夜 启用的水舞表演 在24号晚上我们要正式来启用 那今天我到这里来 当然跟这个有关工程上面 那尤其这个喷浅大概是现在 在国内应该是最复杂的一次 抢先看精彩水舞表演 李副市长忍不住用手机捕捉美丽画面 邀请民众平安夜 除了到中央公园追光季活动 也能到爱河欣赏水舞 搭配炫彩灯光与音效 兼具视觉及听觉的双重响眼 那我们花了这个1000多万 当然希望在平安夜的晚上 我们正式来启用 那启用后的时候 每天我们如果平场的时间 大概一整点 就从6点7点8点9点 我们会喷一次 由于这项喷泉工程 是国内目前最复杂的喷头 加上爱河有海水防袖设备 也不一样 温光局局长邱俊龙表示 明年灯会也将借由 环保的水舞表演 取代烟火释放 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个在整个灯光秀 我们所以我们今年 我们在灯会 我们在今年的109年的灯会 我们也不用烟火来装饰 我们纯粹是用这个水舞的方式 来取代整个焰火 爱河水舞从今年12月24 耶诞夜起开始展演 到109年3月23号为止 平夜晚间起点到9点每小时 假月则是每半小时 每首曲目演出约是5分钟 到时广场两旁 还有三轮餐车的耶诞市集 让前来观赏爱河水舞的民众 也能顺道享用美食 共度浪漫耶诞 记者张世民罗绍军 高雄报道